今日有网友爆料 唐烟正在美国洛杉矶考驾照 从曝光的照片来看 唐烟端坐在驾驶室里 旁边的确做了一位像教练的师傅 唐烟一身素颜打扮 看上去神情专注 心情十分不错 不过有网友指出 去年7月开始 美国规定有绿卡的 或者是有他们国籍的 才能考当地驾照 如果按照这些规定 唐烟目前已经拥有了 美国绿卡或者美国国籍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 唐烟很早就有国内驾照了 平常经常自己开车 这几张又不一定正在考驾照 也可能至今需要 期待我们唐烟正在洛杉矶 拍摄的归去来 期待我们的肖青 还有网友指出 明星考驾照去国外 主要是担心在国内考 围观的人太多了 据了解 目前唐烟正在美国拍摄电视剧 归去来 资料也显示 该片的拍摄地点除了中国外 还包括美国加拿大两国 9月5日 唐烟在微博发布了一张 不露脸的游客照 在涂鸦墙前 长出炫酷天使之意 也许驾车是剧情需要 与考取美国驾照无关 9月8日 众星出席品牌派对 李亚南担任活动司仪 他一身身微低胸群亮相 非常性感 李亚南现场十分活跃 但动作一大 胸口的乳贴就露出来了 有点尴尬 李亚南采访陈雪东 场面有点更尴尬 李亚南采访杨又宁 南方都不敢低头看李亚南 全程投入主持工作 王祖兰李亚南夫妇 堪称模范夫妻 此次李亚南做客 秀匠变新家 也不忘大秀恩爱 他谈起家中令有人纷纷称赞的 婚纱墙 极客化身迷美 这是我老公设计的 此外李亚南还展示了 夫妻二人的衣帽间 作为明星 他们的衣服 却不比旁人多多少 分别挂制在两个衣柜中 李亚南的大衣柜 烧险拥挤 而王祖兰的所有衣物 仅用三个柜面 网友调侃 李亚南简直是 变着发帮老公塑造 勤俭节约的好形象 这不狗粮我服 其他网友认为 王祖兰夫妇的爱潮 定如二人的关系一样 温馨又华丽